你只要發覺身體不對勁 皮物暗沉 經常長痘痘 生理毛病都出來了 代表什麼呢 身體有毒素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今天發覺身體有毒素的時候 你要早上早上起床 到外頭去 像這種有綠樹 還有這些植物很多的地方 氧氣很多 你必須要深呼吸 一直吸兩次 吸一次 再一次 連吸兩次 用鼻子吸 嘴巴慢慢吐 讓氧氣得到很多 因為我們細胞是依賴氧氣的 再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讓新陳代謝加快 我們如何能夠讓新陳代謝加快呢 你要吃新鮮的東西 煮過的東西 酵素怕熱就沒了 所以只希望大家多到有機店 有機農場 去買這些新鮮的可以生吃的 你可以做精力湯 你可以做果菜吃 你可以做泡菜 經常給它當作三餐的一個部分來吃 你就要發覺啊 你的排毒功能就很強了 酸痛就減輕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介紹排毒系列 七道的飲食 來幫助大家很快的把體內毒素給它代謝出去 第五道菜 顧勝排毒福瓜湯 它的材料第一個是葡萄瓜 玉米鬚 這個是蛋豬葉 再來是紅棗 再來是黑糖的它很熟悉 我們現在介紹這個 顧勝排毒福瓜湯 是幫助很多人 他因為生病不得已吃藥 你假設經常吃藥 首先你要顧你的腎臟 所以因此我們這個福瓜湯 它是幫助我們大家預防腎臟病 我們前面擺這些材料都要洗過 我們首先來洗這個葫蘆瓜 我們葫蘆瓜事先 我們一定要把它洗得非常的乾淨 因為我們要黏皮要用的 我們現在把頭尾去掉 我們通常用食物要做食療 它都是整個要用的 所以裡面那個紙也是要用的 盡量切小塊 不要切得太大塊 再來就是這個玉米鬚了 這個玉米鬚呢 我們新加坡人比較少用 它非常好 很多人排尿不順就要靠這個 那這個玉米鬚因為散很久 所以它有灰塵 你要洗乾淨 我們也是一樣的 多洗幾次 重量就是20克 我們把它丟進去 再來就是這個蛋竹葉 這個蛋竹葉呢 我是台灣帶來的 這邊也有在散裝的 我們要把它拆開來洗 它有一個繩子綁住了 要把它拆開來 你只要不拆開來的話呢 它是很難洗得乾淨的 蛋竹葉是利尿 也是跟玉米鬚一樣的功效 好 接下來是大家很熟悉的 這個紅棗 這紅棗呢一定要剖開 要把它剖開來 紅棗是補性食物 我們刀子切一刀就可以了 這個籽啊 故意留著 我們經常聽說 這個紅棗要切開去籽 很多人不明白 什麼叫去籽 為什麼要去籽 去籽主要是怕燥熱 那今天因為我們這個 葫蘆瓜是偏良性的 所以我們故意要調它的良性 所以籽呢 故意留著 因為這樣可以取得平衡嘛 我們去了之後呢 把它洗乾淨 一樣把它加到鍋子裡頭 好 最後一個紅糖是最後才加 那是調味用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加水 我們加水加多少呢 要加三千五百CC 這個刻度是一千CC 我們加三杯半 要把材料蓋住 當然用水也是很重要 我們希望大家家裡都裝個濾水器 因為有些水是不乾淨的 總是要濾過比較安全 好 我們就開始煮了 我們蓋子蓋好呢 先大火煮滾 大火煮滾之後呢 我們就關小火 要煮四十五分鐘 煮的時間蠻長的 我們這個蛋竹葉胡瓜湯呢 它可以跟另外一個湯 去做輪流交替 另外一個湯也是故性障的 叫蓮藕湯 我們也順便做一個簡單介紹 它做法比較簡單 蓮藕一條至少要三截長 我們洗乾淨之後 蓮皮切片 加紅棗一樣是五粒給它切開 然後加水還是三千五百CC 滾來以後 小火煮四十五分鐘 綠渣 這個蓮藕湯 跟這個蛋竹葉胡瓜 兩個輪流交替喝 最好是兩天兩天輪 一天喝的飲用量 你起碼要超過一千兩百CC以上 有一些人喝水來要保健 他只喝那麼一小杯 喝兩百三百CC根本沒有 食療畢竟它沒有藥性 你總是要吃一個量 所以因此我們希望大家 你把這個湯煮好之後 放涼了以後 把冰箱再喝要加熱的 請記得 喝水要喝得一千兩百CC以上 那這個水給誰喝 假設我們自己家人 你的父母親 我們自己另一半 或者我們子女又生病的時候 只要他有吃藥 請記得 你就要給他喝一杯這個蛋竹葉胡瓜湯 可以保護他的腎臟的 這是已經煮好的湯 我們第一個聞到是它的香味 你想像不到 顧腎臟的湯是這麼樣的好喝 我們首先要把它綠 把它扎綠掉 這顏色是很漂亮的 當然剩下這個紅棗是可以吃的 那個葫蘆瓜當然也是可以吃 你不能把它丟掉 那個丟掉雷共會找你的 好 我們每天這樣喝一碗 這一碗至少都有三百CC 一天至少喝個大概四碗 我們可以昏沛在早上起床 上午的十點十一點 或者是下午的三四點 晚上的八九點 我們吃個四到五次 那這個湯呢 我們是幫助一些不得已吃藥的朋友 能夠長保平安 蛋竹葉胡瓜湯本來就是不必加糖 但是因為有些人他沒有糖尿病 他也不是癌症 希望口味好一點 當然加糖也不錯 因為我們家這個黑糖紅糖 它有寬物質 當然是有益無害的 我們家也不要加很多 加少許就可以了 大概加個半匙 就已經很夠了 我們這個蛋竹葉胡瓜湯 在什麼時間你要考慮要吃它呢 比方講說有人抱怨說痠痛 腰痠背痛 我們第一個問就是說 你腰痠痠在哪一邊呢 它都痠到後腰的兩側 假設你真的是痠到後腰兩側 可能就跟腎油關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考慮 要趕緊出這個蛋竹葉胡瓜湯了 那假設說你發覺你排料不順 而且還水腫 那就麻煩了 那請你到醫院去檢查 在確定是有腎痠病的時候呢 請你就要更進一步的來避開 那有關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請教營養師 營養師一定會告訴你 什麼食物你可以吃 什麼食物你應該少吃一點 那有關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請教營養師 講座 你的話 你能在家ities 講座 Oh 你說 你說 說 你 那 他